如果有什麼想要跟我說的 或者是覺得心中有什麼疑惑的 都可以來跟我講 齁 我這人講話就是提提欸 然後你如果喜歡就跟我聊 不喜歡就封守我 關於你也要罵我也沒有什麼關係 再不要罵蔡超過 齁 那就是說 我這人也不是說只是介紹法派為 所以我也是會有很多話想要跟大家講 或是看你們接受我這樣皮皮的說話太多了 不喜歡大家不要做朋友 然後怎麼向我來 喜歡就歡迎 按讚分享嘛 或者是看我youtube的情報 就這樣子 今天我來介紹這個 我今天買的 行動電源 小米可充式 離行動電源 1萬 毫安培小時 好的 把它拆開來看 為什麼會買小米的行動電源 因為我認為小米這個 東西雖然說是大陸製的 但是我認為它的野心蠻大的 就是說 它不是只有做頭機 它有做很多家電 然後我認為這些家電呢 在未來5G的 時代 感覺它就是要為了以後5G 去 的布局 因為它賣很多東西 其實 有些東西它跟科 科技是沒有沾太多的關係 有賣什麼起子機啊 或是一些 家居用品之類的 我其實也不知道它會賣 賣那個幹嘛 可是 我已經打不上邊了 可能就是為了以後它 5G出來以後 它會把它 通通都上到網路上面去吧 對啊 那接下來